这一期节目呢,江南依林想跟您聊一聊,鬼谷子中的反听术。 江南依林呢,在前面曾经分享过,鬼谷子的相笔之术,钓鱼之术,这些呢,都是很实用的人际交往技巧。 今天呢,要和您分享的是反听之术。 反听之术,反听这个词语听起来很陌生啊,估计很多人不解其意。 好,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看鬼谷子中的原文吧。 古善反听者,乃遍鬼神已得其情,欲闻其声反莫,欲张反脸,欲高反下,欲曲反语。 别看这原文呢,这是短短的一句话,其实包括了反听之术的四大要点,在这儿呢,江南依林解析如下。 一,反听说的要点,欲闻其声反莫,他的意思是说呀,想要说话,反而先沉默。 二,欲张反脸,他的意思是说,想要敞开,反而先收脸。 三,欲高反下,意思是说,想要升高,反而先下降。 四,欲曲反语,意思是说,想要获取,反而先给语。 这反听术的反字,其实有多重含义,江南依林接下来,来为您详细解读一下。 反听术的反字,含义之一,从正反两面反复了解。 鬼姑子说,古代善于从正反两面反复了解事物的人,往往采用鬼神莫测的手段来了解真实情况。 他的变化恰当合理,他的观察非常详细。 简单讲啊,就是用各种手段,比如前面讲过的相比之术,掉语之术,从正面反面来了解对方的意图。 不仅了解有利的一面,还要了解不利的一面。 我们对信息的把握越全面,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成功几率,自然也就越高。